看一下 这个是上期我们修剪的 这个是比较大点的罗汉松 这个是有造型的 像这种已经有造型 现在的话长出来还是挺寒就可以的 这个是一个飘 现在长出很多的嫩芽了 现在这种嫩芽的话 再一次修剪的话就比较平长了 这是一塔 然后的话这就是一塔 顶端的话还有一个顶端 旁边这个还有一塔 对吧 你看到吧 剩这种修剪以后 从这里面就长出了嫩芽 这些的话再一次修剪的话 就让它剪得平平的 然后的话就长出来了 这个也是这个鸡干的话还是有那么大的 以后的话高度一米多高 上面有一塔 上来的话有一个平的塔 上面还有顶端一个塔 看到吧 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珍珠罗汉松 像这种的话一级比较小 嫩嫩的一级 看到吧 小一级的 这种的话也是非常好看 平长 平长度 做出来一塔 要好看的 这个是罗汉松 像这些的话就开始有花了 罗汉松的花就开始了 可以看一下 这种的话就是罗汉松的花了 这个只能开花不能击骨 这种的话就是熟素 它现在修剪出后 现在顶端这些的话就是冒出 冒出了一些嫩芽 看一下 你看这上面顶端还有一个 已经开始有很多的芽点出来 也是非常好的 这个高度还是可以 高度还是比我还要高的 现在的话也是做了造型 一塔一塔 这种的话一级就比较大一点 高度的话也是 像我那么高 这个也是一米多高 一级的话也是修剪过的 旁边的话就是做了一塔一塔的生来 同样也是长出很多的嫩芽 这就是罗汉松的很紧 在维护当中 这个已经松开铝线了 就是要经常的修剪 慢慢更加的长行 再给你们看一下这棵 这棵是小一级的 这棵的话这个一级没有那么多 不过的话就是已经做了造型了 这也是一塔 旁边这个一塔 一级上到顶端 可以看一下 这个的话也是生长还是很好 把它盘上就是那样 所以说上现在的话 秋天是给它吸一波肥的时候 剩一波肥 到时候多冬的时候 到了春天 就会长出更多的意志出来 可以看一下 如果说你们也是很喜欢 养若暗松 对吧 有任何一些养护方面 不懂的话 可以随时在视频段留言 一起来聊聊 好 好 好